喝口凉水都塞牙 当你听到这句话的时候 是不是也能体会到当事者的心酸 无奈 不顺 被孕几乎每个人都经历过 你是怎么改变自己没孕的 如果你也遇到了 干时模式都不顺的情况 就要看一看 自己是不是也有以下这三种情况 因为大多数人走被孕时 往往都与以上三种情况有关 第一种情况 看一看你最近有没有孝敬父母 孝敬父母与我们自身的命运 是密不可分的 一个懂得孝顺父母的人 老天是不会亏待他的 在佛教中 孝顺父母一直是行善的守卫 中国古话也说 百善孝未先 孝顺父母是极其重要的 一个不孝顺父母的人 无论他如何努力 最终也不会成功 也不会事事顺心 孝顺父母是人间的第一福田 也是最为重要的 如果你最近一直在走备孕 就回到家中 好好去尽孝 或许好运就会慢慢找到你 第二种情况 看一看你过往 以及现在 是不是经常杀生 经常去做伤害其他生命的事 如果存在这种情况 就要及时助手 因为杀生的罪业是极大的 甚至可以影响你一生的命运 人走被孕 与杀生的关系也很大 我们要相信因果 因果是不会冤枉任何一个人 你伤害了其他生命 自然也会受到其他生命的伤害 这是奸之事 对每一个人都是公平的 冤有投债有主 欠债还钱 欠冤还冤 总之千万别抱着侥幸的心理 人在做天在看 伤害别人就是伤害自己 第三种情况 看一看 你有没有经常生出不前进的念头 比如惦记某人家的娘子 比如见到了美女 就开始响入非非 这种情况 对福报的损耗是极大的 如果你最近在走被孕 回想一下过去 是不是也经常生出不敬的念头 俗话说 百善孝未先 下一句 大家应该都知道 这种念头 害人害己 甚至让你走被孕 都是在照顾你 严重一些 还有没有命 都不好说 还记得《红楼梦》中 那个贪恋王熙凤的贾瑞吗 他的死 可不能全怪在王熙凤身上 他的悲惨结局 皆来源于 自己过往造下的恶因 恶因一旦结果 必然大获灵头 学佛要深信因果才行 我们的一言一行 乃至一个念头 都是一个因 将来都会对应 结出一个果来 如果你常种善因 自然在人生的路上 一帆风顺 如果你有以上三种情况 无论哪一种 都会让你处处逢灾 备孕不断 这三种情况 是最大的恶 任何一种 都可以毁掉一个人的一生 如果你也存在 请一定要改过 改过以后 命运自然就会转危未安 人生的路 也将越走越顺 俗话说 人逢喜是精神爽 如果出现下列九种中的 任何一到二种征兆 恭喜 好运已经在向你招手了 如果出现三到五种 你已经开始走好运了 快看看你有几项 征兆一 食欲变好 常言道 心宽体盘 吃不胖的人 虽然有着让人羡慕的身材 但是往往此类人 很难积攒住福报 如果能两者兼并 那么恭喜您 今生一定是大富大贵之人 征兆二 注意容颜打扮 无论男生还是女生 当运气不好时 皆会无精打采 不注意自己的容颜外貌 不会刻意地梳妆打扮 当自己突然开始注重发型仪表装扮了 那么恭喜您 皆是霉运散去 脾气太来 走红运 运气变好的另一个重要表现 征兆三 好梦出现 梦境有着极其特殊的意义 运气变好之前 皆会有一些特殊的梦境出现 这种梦境 虽然当事人无法自我准确参悟 但是心中会有一种感觉 感觉到梦境中的内容 非同一般 那么恭喜您 运气很快就会变好大吉 征兆四 开始喜欢热闹 当人运气不好时 皆会郁郁寡欢 闷闷不乐 不喜言谈 喜欢一个人 在僻静的地方独处 当突然有一天 自己莫名喜欢热闹了 想和朋友亲人聚一聚了 那么恭喜您 转运了 快乐和好运 是要与人享受之后 才会更加的有意义 身边的磁场 满满都是好运 你也一定会好运哦 征兆五 人缘突然变好 当霉运临头时 阳气低迷 精气神亏损 就是疯狗从自己的身边走过 都不会多看一眼 更何况熟人的落井下石了 当自己走在街上时 连陌生人都会主动和你说话 尤其是特别有小孩原始 那么恭喜您 好运已经到来了 你的生肖终身守护神 将是你开运的重要力气 征兆六 心情变得快乐 运气不好 灾难发生之前 当事人皆会无缘无故地闹心 坐立不安 似乎有征兆一般 浴室更是消极悲观 不懂得向前看 结果越弄越乱 一败涂地 当自己的心情突然豁达了 乐观向上了 那么恭喜您 霉运皆会不攻自破 征兆七 亲人变得和睦 乌漏偏逢连夜雨 人在落魄时 就越是会对关心自己的人发脾气 即便是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 也会大动干戈 亲人之间的矛盾 也会随之加深 反之 如果亲人一直在默默地包容忍耐 那么恭喜您 霉运很快就会不攻自破 征兆八 家中植物开枝散叶 环境的表现 当一个人有点衰时 家中所养的花鸟鱼虫 皆会没有生机 潦倒不振 荒凉凄惨 反之 家中植物突然茂盛 开枝散叶 盛开花朵 鱼儿铲子 猫狗壮食 那么恭喜您 皆是家中主人漫天乌云尽散 走红运的重要表现 此时 往家里请回化煞开运的吉祥物 将是锦上添花 征兆酒 师德 把这好东西 与别人共享 说明你已经有了一颗 善于帮助别人的热心 好运会随之而降临 一个人不求大富大贵 只求家人健康 平安 快乐 幸福 只要这一生每晚 都可以安然入睡 此生足矣 行善 福未必至 但或必然已远离 送给大家 当一个人苦尽甘来 时来运转的时候 必然会有一系列的征兆 在这个以苗条未美的年代 减肥几乎成了 所有女性都热衷的话题 上至五六十岁的阿姨大妈 下至十几岁的小妹妹 不论胖瘦 都在说我要结识 我该减肥了之类的话 殊不知 从相学的角度来说 有福的人 是需要有一定程度的丰盈度的 也就是说 适当的丰满 是一种福相 女人还是丰满一点的好 第一 女人丰满 是天庭饱满福相的基础 古人经常以天庭饱满 地隔方圆 来形容有福的人 而苗条 骨感 瘦靴的身材上 很难搭配一个天庭饱满 地隔方圆的面相 反而是那些丰满的 健美的身材 与丰满的下巴 饱满的额头 更为协调 丰满的人 耳垂比较厚大 耳垂厚大的人 财运 感情运 家庭运都很好 是典型福相的必备条件 丰满的人 虽然不见得 人人都耳垂厚大 但耳垂厚大的概率 要大大高于瘦削的人 第二 丰满的圆脸型 天生有好人缘 丰满的人 脸上一般多肉 有着风鱼的肉质 特别是那种 方中带圆的脸型 对其人际关系和财运 都有加分的作用 他们大多性格开朗 热情 很容易赢得别人的好感 愿意与之相处 第三 下巴丰满的人 晚运好 顾驾 下巴丰满 或者轻微有些双下巴的人 与人很好相处 善体人意 男性性格宽厚 女性温柔敦厚 而且都比较顾驾 是标准的贤富良妻 还是慈父慈母呢 可以教育出好子女 也给自己晚年的幸福生活 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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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嗯 好